我進去洗手間的時候 那個水龍頭的那個水 它是還沒有開 結果等到我洗手間出來的時候 都沒有人喔 真的都沒有人經過 就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出來的時候 那個水就一直在流 西基拜拜 正當大家因為疫情窮眉苦臉 無聲沒靠著直播 躍身業配女王 冥冥之中似乎有好兄弟照應 我不是這樣在臉書都會做直播嗎 然後直播的時候就是 我發現明明我彩排好的 譬如說我的麥克風連結藍牙 影片什麼都已經連結OK了 可是呢在直播的321下去之後 那音樂突然間會自己開起來 然後我就想說 啊不行啊那直播怎麼辦 直播的現場那個歌迷啊 粉絲都已經在線上了 那歌已經放出來了 所以我只好就順著說 啊好啊那我現在就來唱這首歌 幾次下來我就發現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呃 要我先拜拜 啊 連在家裡做直播都要拜拜 就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手機喔 明明我想做橫式的去做直播 都已經調好了 結果在當下要按下去的時候 它又跳回來直了 然後怎麼切都切不到橫的 大家以為說我是不是用比較舊的手機 所以熱當啊什麼 其實沒有啊 就是我用畫質最好的最新的劇拍 結果就發現 欸真的用滿多奇奇怪怪的 疫情播了兩個月直播下來 我發現 你真的還滿 滿悬的 我真的有去買老檀香 然後我們就去 開始做直播之前就要擺一下 神奇的事來了 真的就好了 我跟你說有一次我去錄影 我進去洗手間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水就一直在流 然後就是水龍頭的水一直流 然後我就想 那我既然這特別的月份已經有人開水了 那我就去用它已經正在 正在流的手就去洗 洗一洗 它就灌起來了 因為最近是這個比較特別的日子 然後 比較特別的日子 然後我就一個人在家裡 然後就聽到後面有一個那種 奇怪的講話的聲音 可是往回看 欸又 沒有 又沒出聲音 然後再繼續做一點點 又有出聲音 可是 可是真的沒有答案 有一點恐怖 真的其實是滿恐怖的 有一次就是我有聽過我的朋友 反正他是滿壯碩的一個男生 他說他去酒店 就是旅館睡覺 然後他有被壓床的狀態 就是整個就是不能動 所以我就很害怕 一直都很 害怕有這種事情 會發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都一直會帶著媽媽 或者是一定會有人陪我睡 在同一個房間 就是兩個小床 就是看是助理或是媽媽 所以妳沒辦法一個人睡 不行 我出去我都很害怕 我真的害怕這種事情 發生在我身上 媽媽就像妳的幸運霧這樣 妳就每次要趕在身邊這樣 幸運霧 對 無神眉空窗多年 拜月老胃果 不曉得吳媽媽怎麼看 通常會過濾啦 然後過濾 過濾完就 就濾掉了 哈哈哈哈 基本上人要好了啦 會照顧人 然後自己本身個性也要好 然後 當然也要很會賺錢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自己也要要求自己好 才可以去要求別人 然後自己還不夠好 怎麼要求別人 所以就先在要求好自己 那妳覺得自己還夠 對啊 我不想造成別人的負擔 總是要自己可以照顧好自己 才可以照顧別人 因為我覺得還是 就是還是有自己的目標在走 還沒有走到一個 我自己覺得滿意的 我覺得有說妳 現在好像談得來的朋友不多 所以我覺得可以跟媽媽 當相朋友是很好 真的就是難得的一個緣分 等於又變母親節 對啊 沒有